今年學測 有考生在國文作文 卻以英文來作答 大考中心做出決議 預券委員以零分來計算 今年學測的國文作文裡 首先有學生在答案 卷上寫上滿滿的英文 還有另外兩位考生 則是在英文作文的回答卷上 不是寫中文 就是寫上日文評假名以及漢字 分數怎麼評 引發熱烈討論 下午大考中心表示 這三分作文通通以零分計算 用錯語言作答 除了作文部分拿不到分數 還要再扣該科一起分 有老師認為在大考之前 都有多次模擬考 考生應該都清楚 國文作文就是要以中文作答 不止有考生的作文亂作答 還有人在非選擇題的答案 卷控白處塗鴉 有蜜蜂 還有山水化等等 總共有二十九件違規作答 另外今年學測各考區 總共回報了兩百八十一件違規 由於考生人數減少 比去年減少了五十件 違規最多的仍然與手機相關 等案件佔打多數 記者綜合報導 你不是要選擇 deixar你選擇 你不是要選擇 我真的選擇 我一定要選擇